他说呢 我知道实际我们才见过四次 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切 那种相处之间算计算的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没说 但是彼此心中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恋爱了 我不想读了 读的时候可能会掉对 一切随缘 一定要学会那个放掉回去 我突然翻到这了 你说就那么巧 这就是那个缘分呢 突然降临了 他说呢 我知道实际我们才见过四次 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切 那种契合 那种用处 那种相处之间算计算的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没说 但是彼此心中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恋爱了 我不想读了 读的时候可能会掉对 一切随缘 一定要学会那个放掉回去 我是一个心 我心里想做怎么说的人 你再别在这装了 叫飞对你什么样 你对我好意外 你心里情 这个绝对是要他命来的 这小的 这小的 这小的是最坏的 老的更坏 他们三人绝对上辈子是冤家 尤其是属家 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 方晓飞更忠厚老实 你们从结婚那天 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再利用王晓飞 扎干 那你们一找听来 我是一个新主 我心里想做怎么说的人 你再别在这装了 方晓飞对你什么样 你对我好一万倍 你心里清楚 对你大事什么样 同心窝都给了他 你们太损了 太坏了 你们知道有因我报应吗 懂了 懂这个道理吗你 你把你女儿太逼死了 你们天天在媒体上揪辱了 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我也开始想忍 现在我真不想忍了 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 你知道吗 都被你们害的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对吧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就真的戳穿了 我不顾王晓飞 他天天拦着我 他们总是给大孩子留习惯 门都没有了 不可能的 你们太狠了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